113. 中國新聞社 海航8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增持計劃積極維護投資者利益 2015年7月15日證券頻道中新網7月15日電面對近一段時間以來跌倒起伏的國內A股市場 海航集團旗下8家上市公司積極落實中國證監會及上市公司協會等機構要求 先後公布大股東增持方案以應對A股市場的非理性下跌 維護投資者利益、努力提振市場信心 除了不斷加強公司經營管理、進一步加強投資者關係管理 持續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等措施外 8家公司分別公布了具體增持方案 7月11日、海南航空60221、海航投資000、616、SZ、二食股粉000、796、SZ 以及海島建設60515、S先公布其大股東增持具體計劃 大新華航空及其一致行動人計劃在未來6個月內 自首次增持日起算 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增持海南航空股份 累計增持比例不超過公司已發行總股份的百分之二 海航投資控股股東海航資本直至7月11日持公司百分之十九點九百股權 其增持措施計劃將在未來12個月內 海航資本及其一致行動人合計增持公司股票不超過公司總股本的百分之二 二食股粉表示公司將加快推進重大資產重組工作 提升上市公司營利能力 同時,公司控股股東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自7月12日起6個月內不通過二級市場減持本公司股份 公司鼓勵控股股東、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在本公司股票出現大幅下跌時通過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穩定公司股價 公司控股股東一致行動人海航旅遊集團有限公司 以至2015年7月10日起的3個月內以至有資金類計增持佔本公司 目前總股本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之間比例的股份 並承諾在增持計劃實施期間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除大股東增持外公司仍在積極探索股權激勵、員工持股計劃等措施 海島建設控股股東海航國際旅遊島開發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決定期在2015年7月13日限售期 期滿後6個月內不予減持於2012年7月10日營購的海島建設非公開發行的股份 並承諾在復派之日起6個月內增持不超過百分之二股權 公司目前籌劃重大資產重組 在此期間,張認真研究實施管理層持股、員工持股、股權激勵等措施的可行性 第一批公布增持計劃的四家上市公司 徐海島建設暫處停牌期間 其餘三家股價在大股東增持計劃公布後均隨大盤漲勢表現良好 其中,異值股份在增持計劃公布後首個交易日以漲停板價位開盤並持續自收時 海南航空及海航投資則以漲停板價位收盤 另外四家上市公司也於7月14日公布其大股東增持計劃 包括渥海遭任000、415、SZ、天海投資60751 以及兩家常儲停牌階段的公司 西漢民生000、564、SZ與上海九龍山旅遊股份有限公司60555 沃海遭任控股股東海航資本或企下屬企業計劃 在未來6個月外通過二級市場分批增持沃海遭任股票 增持總金額不超過10億元、增持比例不超過沃海遭任總股本的百分之二 支持海航資本管理層及員工增持沃海遭任股票並承諾增持期間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其所持有的沃海遭任股票 沃海遭任也將支持其管理層及員工增持沃海遭任股票 並承諾在增持期間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其所持有的沃海遭任股票 天海投資控股股東海航物流集團有限公司以至7月14日起6個月內 以至有資金通過合法合規的形式類計增持不超過本公司目前總股本百分之二的股份 並承諾在增持計劃實施期間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同時,公司鼓勵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本公司股票價格連續十個交易日內 計算跌幅超過百分之三十時,通過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維護公司股價 西漢民生目前上處於重大資產重組停牌期間 公司將積極推進公司資產重組工作,通過公司規模發展重大和業績不斷提升來增加公司價值 復牌後,將鼓勵公司大股東海航商業控股有限公司和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通過多種渠道摘機增持公司股票 從7月13日起6個月內,公司控股股東海航商業和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不減持公司股票 公司控股東海航商業計劃在公司股票復牌後未來12個月內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數合計不超過公司總股本的百分之二 上海九龍山旅遊股份有限公司其控股東海航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計劃在公司股票復牌後進行增持 將在6個月內以自有資金類計增持不超過公司總股本百分之二的股份 並在其增持期間內不減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隨著8家上市公司大股東增持方案的公布 海航系將全力出手,以實際行動維護投資者利益、維護資本市場的良證發展 眾新網證圈頻道